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3月20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ET 开市直击 我是艾远和艾姨 今早有国农政券研究部投资经理方 乔邱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Kelvin Hello 大家好 当然大家正在等联储局 展开了一年两日的议息 美国星期二反复做好 导致升超过三百点 港股的焦点业绩都当然陆续公布 等会问Kelvin如何看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研栏的话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到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股星期二线低后高 导致高开29点之后一度倒跌 五日之后持续向上 美段曾经升332点 收市升320点 报39,110点 纳指升近0.4% 报16,166点 标普500指数升0.56% 报5178点 市场关注联储局 何时启动减息周期 美债息就先升后回 五年期债息曾经跌穿4.3厘 而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政策 日元不升反跌超过1% 澳洲央行就暗示利率见顶 拖累澳元曾经跌近1% 美汇指数一度升大约0.6% 升到104点的水平 看招点美股 苹果升1.4% 亚马逊升0.8% Tesla跌超过1% NVIDIA宣布新一代AI芯片后 股价曾经跌近4% 收市转升大约1% 超微电脑计划增发200万 股集资股价急跌9% 看招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巴巴、京东和网易 比港股收市价升大约1% 阿里只宣布71.8% 网易只宣布165.08% 而腾讯和美团 比本港收市升0.4%至0.5% 腾讯只宣布286.01% 汇丰控股ADR 比本港收市升超过1% 至宣布60.24% 友邦升0.4% 而小鹏业绩之后宣布 终止和阿里淘宝中国的协议 小鹏美股再跌 比本港收市低近3% 蔚来美股也低港股6% 接着看看今早做外围的市况 阿泰区股市方面 日本今天假期休市 昨天真是很强劲 收市之后升到4万点的收市 日经平均指数 至于今早做南韩股市 升高跨近1% 而澳洲股市各别发展 澳洲升0.1% 新西兰市跌0.2% 可能预示港股 至于今早做初段都可以轻轻靠运 昨晚黑企升六十几点 我们先和Cavin谈谈谈外围的情况 当然大家都在等联署的议息 所以今晚就会知道 昨晚美股走势仍然是强势 最近大家的问题是否仍然是强势呢 科技股有没有泡沫 偶然也会有人拿出来说 看看基金经理的调查 有没有什么参考 美国银行基金经理调查显示 投资者处于一个追逐风险的模式 正在买入欧洲和新兴市场股票 但减少美股和科技股 但压着美股科企失控上升 仍然是最滞勇的交易 受访者对于AI股有没有出现一个泡沫 意见其实是分歧的 大家普遍认为4成是存在泡沫 至于4成半是不认同的 大家看见有点不知的方向 你知道怎样看呢? 最近来说一些晶片股是有点回调的 看到Enfiat仍然未突破1,000元重要的心理关口 超微电脑从1,100多到昨天大跌了1% 到大概900元以下左右 最近是有点沽压的 但你看到其实就算是回调的话 Enfiat的支持力真的比较强一些 比其他一些晶片股 其实前两天就发布了一个新的晶片 发布会GTC的发布会 股价曾经冲上900元 就算它跌到最多 最近跌到大概850元附近 看到850元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所以看到最近就算晶片股下跌 但它的跌势也不是很厉害 看看AMD AMD和其他股份 刚才也说过 会比较跌势 好像就比较急一点 它曾经上升到220元的水平 最近都是回落到180元的水平 明显其实它的支持力度 就没有NVIDIA那么强 因为它们相关 其实都是竞争对手的一个关系 所以一个强势一个弱是很正常的 那就是对的 也是一些晶片股的相关的一些股份 但它的手势其实就没有 就算AMD和NVIDIA也没有那么厉害 看到高位回落也回吐不少 为什么呢? 主要是受到其实它们有一个坏消息 所以远银有机会是大股东 有机会在半年之后就有机会沽货离场 因为大家知道远银只有对才是赚得比较多 其他人都是在亏钱 所以来说看到其实有一定的沽压在这里 晶片股我相信大家可以留意 也是比较强劲的NVIDIA 我也重视NVIDIA暂时都以中线为主 我觉得今年很大机会就冲上去1,000 虽然其实它的时龄非常高 是百多二百倍 但是其实这些位置 我觉得仍然可以分住去吸纳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太担心它 始终有资金进来的话 一些晶片股仍然有上升的空间在这里 普遍大家市场都是对NVIDIA的信心十足 另外一个央行的议息结果 大家都很关注就是昨天公布了日本的央行 有四大行动包括结束负利率 基准利率上调去到0至0.1厘 加息 另外取消了知识曲线控制YCC的政策 维持购买日本国债规模 但就取消购买日股ETF 看到即使17年来日本首次加息 但日央行动可以说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因为之前其实都 我认为管理预期做得很好 而且也说到货币环境 都会保持宽松的 我看到有些经济学家形容 今次是一个非常架派的加息 不知是否有这样的原因 昨天加息之后 日元就没有升到反而急跌 日股就可能回一回 其实是再上了去破顶 仍然是强的 你自己怎样看今次日央行动 以至来 大家一直都在想 日元日股会否转勢 其实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未必会转勢 大家也理解就是 加息的话 可能因为资金会流出股市 大家看到美国也是这样的情况 大家想着日本会否也有相同 今次的升势是否已经完结 大家也知道 其实日本在90年代 经过经济泡沫之后 其实楼市和工资 都没有怎样升过 大家现在去日本 在十几二十年前 和现在吃一碗拉面 其实价钱都是差不多的 因为他们控制通胀的力度 是非常之强的 所以这么久 都没有怎样升过通胀 不过其实你看回今次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加息呢 其实看到 这个通胀已经升到 大概2%左右 已经是连续22个月 升到2%以上的水平了 那平均的工资也升了上去 大概5.28% 所以这两个势头来说 所以令到 日本央海也逼不得已 今次去加息 又负利率 好像加了20点字左右 但是大家要留意 日本就不和美国 加息的幅度是这么强劲的 大家都是预计 所以日本最多加到25点字 现在还有15点字的一个升幅 还不是今年可能是去到2025年 加息周期才会完结的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 加息的幅度也不是这么强劲的 所以日经我觉得有机会继续上升 就算他们现在来说 停止了买入一些公债 日本日股的ETF 不过他们都会对他们的债券 继续扣入的 那政策明然都会不变 所以日本会不会像美国那样 加息之后有一个大力调整 我觉得机会率就非常不大了 我觉得日经仍然都有一定的升幅 因为说真的 就算现在升高4万点 但是其实之前的20几年 也没有什么升高 所以我相信日本的经济 有机会随着这个升幅就起飞 而且在说为什么它加息 原因也是有通胀 因为经济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所以我相信日本的日经 有机会持续上升 那就麻烦了 听你这么说外围这么好的话 那些钱就不留回港股 那怎么办呢 我先总结一下港股上的表现 等一下问你怎么看港股的走势 我看到恒指 昨天到低海过8点之后 初段曾经跌了245点 当时见过16,492点 之后跌幅一度收窄的 恒指收报16,529点 跌207点 成交亚906亿 科指跌1.8% 报3528点 腾讯美团跌超过1% 有邦跌超过2% 若明有崖估 若明康德跌7% 车股收压的 理想汽车跌近8% 威来跌6% 看北水盘路 港股下跌 北水趁机加大吸资力度 上日淨流入69亿2千万 腾讯吸资最多的 物录8亿淨流入 中行吸资5亿2千万 中海油吸资2亿8千万 淨流出方面 快手和美团 分别淨流出7千万和4千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